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TSA Central 看到我今天後面的背景 就知道我今天應該說蒙面超人Black Sun 這個是剛剛新上一個星期左右 是日本將蒙面超人系列裡面的Black重啟 是迎合它那個蒙面超人50周年的一個項目 為什麼我當日上星期不說呢 我就綜合了一個星期的時間 看到網上很多留言 還有很多人對這套蒙面超人Black 其實也叫做假面騎士 其實我覺得我說蒙面超人或假面騎士 大家都應該不會不明白 因為都是對我來說一樣 我叫你蒙面超人的 我就用蒙面超人 雙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比較 或者一些建議 或者一些評論 大致上這套片其實 負評不算多 好評其實是有的 因為其實講回歷史 其實它是一個1987年蒙面超人Black重啟 剛才所說的是蒙面超人50周年一個 其中一個項目 他找了西島獸進去做蒙面超人Black 而中村倫雅也是做這個影月 兩國都是一個好戲之人 唯一一個不同就是 他那個男主角做Black男主角 在蒙面超人的電視劇集 87年的劇集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是一個年輕人 今天你看到是一個中坑 為什麼呢 因為裏面也有說到 劇情我就不想再說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看了 或者看了很多評論 我可以說一些劇集 或者劇情都沒什麼意思 不如我割一下我的看法和我的感受 講一點關於蒙面超人Black 為什麼會選這個題目呢 其實Black其實是蒙面超人 裡面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位置 那麼他也都是在這麼多個限制 他有形成笑和 還有到現在的蒙面超人裡面 他是一個不可以取締的地位 為什麼呢 蒙面超人Black 可算是他的南光太郎的主角 是最接近在漫畫裡面的角色 還有那個造型 是最接近的 所以他們在蒙面超人Black這套新的系列裡面 他們都將故事去推翻漫畫的 那麼當年87年的蒙面超人Black 是經過改編的 那掛平改編 那變相了他對在漫畫裡面 有很多的情緒或者的情境都是省略了的 還有那時候你要記住 這套蒙面超人是給小孩子時間 是合家歡時間是早上做的 那所以他裡面也是圍繞著超人 我用超人 那所以蒙面超人Black 是一個對蒙面超人裡面 是一個很高的定位 那當然他裡面的蒙面超人裡面的角色 就是主要超人 那他就沒有好像我們現在 現在這個在新版裡面 那麽肌肉 那麽昆蟲 那麽怪人 那麽獸類的那個 的身形 那個造型 那他當然是鋪了一套新的外套 是真的蒙面超人 大家有看過蒙面超人Black 都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那當年這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情意 所以他日本裡面說 蒙面超人50周年 重啟蒙面超人Black 這個新的系列 我覺得都很興奮 那說回蒙面超人Black 這個歷史裡面 那這個不可以不說 因為他是唯一一個蒙面超人 的系列裡面是有兩年 兩個季節的 還有也是用同一個角色 那他是用 即是藍光太陽的角色 是蒼田哲夫的 當然現在他也是中坑的一個 那麽當時他是一個年輕人 那麽他也是歷史裡面 所有蒙面超人唯一 一個蒙面超人可以跨兩集的 即是跨兩個季節 我用跨兩個季節 那麽當然 他Black之後 下一個就是RX 也都很多人喜歡的 我也很欣賞這個角色 因為其實他是有連貫兩個 只不過是 Black之後變化了做RX 那變化是什麽 那這裏不說了 那大家看回舊的影集 也都會知道 他是一個什麽回事 那麽所以其實 蒙面超人Black 和BlackRX 可見是 很多人心目中 就是蒙面超人的 No.1 來的 那麽所以 他的歷史 和他的利害 那麽是 沒有人置疑的 那麽所以 在這套新的 蒙面騎士Black 身裡面 那麽大家都很抱有期望 那麽當初我對他的期望 就是 我都會認為他有很多改動 那麽當然 不負我們所失望 那麽你看到 那麽他們兩個造型 那麽 黑日和影月的兩個造型 那麽非常之有型 那麽這個是他 變了新之後 那麽他未變新之後 都是屬於 近漫畫的那個角色 就是一個怪人昆蟲類 那麽比較肌肉獸的一個造型 那麽當然 那麽我說 那麽現在這套 黑日的孫 是比較 接近漫畫 原來 因爲他是對黑日的 所以 他是沒有了當年八七年 那種比較 超人款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想看一些 很超人的東西 那麽這個就 不會適合你的了 因爲這個是他走回 趁圓著 是比較 暴力和血腥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成人版的 那麽最大分別就是 這一套片 雖然他只有十集 那麽裡面他的情況 就和漫畫和社會 都與時並進了 因爲他都包含了很多 一些我們要深思的東西 譬如一些 種族的問題 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寶 很多社會問題 政治 那麽就是他裡面的 都會牽涉到很多 這些問題在裏面 和過往在以前 《蒙明初人》裏面 的東西是不同 因爲《蒙明初人》裏面 的背景故事 都是很接近 都是熱韻 都是要去 兩個決鬥 去看誰去做 這個新的創世王 那麽但是 那時候的《蒙明初人》裏面 就比較是 打壞人 打怪獸 那麽 所以《蒙明初人》出來 就一定是打怪獸 那麽基本上 背景很簡單 就是有善和我 和正和邪 那麽 那麽在這個 《蒙明初人》裏面 這個新的系列裏面 他表現了的 就不單止這個 都表現了所謂英雄主義 全部表現得很人性化 包括大家要面對抉擇 那麽其實裏面所提及的 其實他們個個都是怪人 在《舊著》裏面 《蒙明初人》的電視改編 其實是一個外星人 有一個侵略地球 那麽這個裏面 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 做這些怪人的人 其實是我們人類 那麽其實裏面 可以牽涉到 就是 究竟怪人是代表著 我們每個人心目中的一個陰暗面 其實每一個怪人 都代表著我們每個人 背後的性格 每個人的故事 那麽究竟怪人 他都有好 可以和人們懷相處 怪人都會有好與懷 那麽就是說 其實 每一件事 他已經不是包含 正和正 是包含了一個 對與錯 和善與惡 裏面的東西就是 如果就算是一個 怪人你行的是善的話 那你做的事都是善的 如果你是一個不好的人 就算你披著一個人的 你所做的事都是惡行來的 那裏面有很多 有很多很深的寓意 大家可以在裏面反思 那大家就不妨真的要去看 那麽在裏面 其實這些元素 是比較成人的 因為裏面有血腥 比如你看到他 會劏逃 有些內臟 暴力了一些 有殺人的血 那麽以前的 夢魂超人 是沒有這件事的 那當然我講 都是給小朋友們看的 那但是問題 這裏片變了 對某些人來說 是有很大的期望 為什麽呢 我可以總括來說 我看了這個 網上有很多評論 其實大約都分三類人的 第一類就是 你很熟悉 蒙面超人Black 和這個漫畫 那但是問題呢 你是比較偏好 小小年代的蒙面超人 那一類 另一類 第二類 亦都是很熟 蒙面超人Black 這個故事 亦都很熟漫畫 但問題是你們很專注 趨向漫畫的那個 介紹和故事的深度 另一個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麽 那你只是等著看一套 全新的一個日本的科外劇集 那三類人 那三類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評論 那有很多 有好有不好 那你問我 我就會歸納了一些意見 我個人的意見 我個人的意見 我這裏不評論究竟 對還是錯 因為沒有對還是錯 因為你知是個人喜好 那在這個劇集裏面 其實你說要反映點有很多 你說那套劇太過沉有很多 沒有了以前的角色 沒有了那種風格 亦都可以是 講到明是50周年的致敬 重啟 那裏面其實有的東西都沒有少到的 只不過就是它不是完全100% 那它的漫畫化裏面 也都將近漫畫裏面所透露怪人角色都進展出來 只不過它變身的時候是第四集還是第五集才開始變身 那也都沒有忘記了喜歡蒙文超人變身那個系列的朋友 那一樣有皮帶 一樣有那個姿勢 只不過影韵都有那個姿勢 不過大家一左一右就不同 都是用同一個姿勢都變身的 那一樣是有個電單車 那一樣都是有這個 就是到最後一集 它依然都有Rider Kick Rider Kick Rider Punch 那在裏面也都有這個存在 那所以大家 喜愛蒙文超人變身那個東西 就不會失望 因為 看完四集之後 看完四集之後 它原來就是慢慢的一隻 變成一隻怪人昆蟲那些東西 那其實就 對我來說就覺得OK啦 漫畫好看 真正是馬地啦 那樣 但是第五集它會變身 那又不同了 那就變了第五集的開始的故事 推進又不同了 那整個故事裡面 如果你是真的以一個純一個 今時二千二 二零二二年的年度去看一個 日本的或者科幻的劇集 它不會令你失望 因為人性包括要思想 心思熟慮要想的東西 裡面有東西 喜歡有思維不同角度去想一下參政 或者去想一下每樣東西 這套東西你可以去看 因為 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因為裡面包含很多人性的問題 社會問題 很多善與惡 是與非的東西都在裡面 那都要大家去深思去想 那我本人呢 我就覺得 不能比較的 但是我呢 老實 我就偏向我是第一類 我偏向我是欣賞莫名 超人同年那個 你可能覺得我傻的 但是我是喜歡 因為始終是我 第一次在電視劇集 第一套蒙面超人配音的 所以我對他的情節是深厚的 所以我對他的情節是深厚的 雖然現在我也有看 Black Rx 看回那些蒙面超人 但是我依然都覺得 他是心目中 不可磨滅的蒙面超人代表者 那當然 他裡面的情節 我是有點失望 為什麼呢 就是我覺得 他的變身的造型不是難看 只不過 他就沒有讓我想像中 他做得這麼快 就是 當然了 以前蒙面超人劇集裡面 就是一集打一個怪獸 這個不是的 因為其實他單向一個故事 就是他跟影月決鬥 就要去抽出一個 消滅的創世王 其實跟本身那個蒙面超人 故事都一樣的 只不過他就簡單直接很多 他就變相了 因為裡面的背景 就是因為所有怪人 都是人類 創造這個軍事武器 做了出來的 就不是外星人的 所以變相了 其實他是有些不同 那當然啦 也都主角是一個 中田遼島的中坑 和一個 慶祭輩的年青人 是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都不重要 因為他有各的特色的 那麼我 我看蒙面超人 就其實 我看他變身 變成怎樣 以及型不型 打成怎樣 那麼他沒有令我失望 就是他有Wilder Crunch 和Wilder Kick 不過只是最後一集 其實我們是嚴少的 裡面很多情節我就不講 就是因為為什麼 我也不懂得怎麼反咬 因為其實各花入各眼的 我就自在看過人 我就不理那個劇情 究竟他是一些 什麼社會心道 我就不理的 我自在想看得過人的 他打架 打怪獸是這麼多 他跟影響打架是這麼多 我是喜歡看這幾樣的 我很簡單 但是我就期待他會可能 他就變身了那個造型 超人造型 我用超人造型 是會再豐富一點的 那麼他都沒有令我失望 他是豐富了 和型的 那麼當然他的公仔 將來出來我一定會買 但是問題就是 怪人那方面 那些怪人裡面呢 我覺得進步空間是有的 因為以前的怪人 你知道20 都上了30多年前 87年 那時候日本那些怪人 都是那些膠皮 套住的人 扮怪獸 那時候波技 差不多 OK 你想想 電腦旗盒 穿著一套東西 都不是電子的 你和電影版那個 不相差很遠 但問題是 今時今日 有這麼大的預算 為甚麼怪人 不能做得好些呢 還是做得少許 就是顯得他很醜陋 像蝙蝠 你可不可以做得 他好像蒙古人 黑人 有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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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整隻蝙蝠走出來 又是一個怪人 或者野狼 那些水怪 我覺得 那裡 你肯花這麼多錢 去令到那個黑人 黑日 和影月的造型 這麼有型 為甚麼其他怪獸 不能做得好些呢 我們覺得這件事 這件事 我覺得 我是覺得有點失望的 我不是說 對劇 其實就是 裏面我都會看一些 你今時今日 隔了這麼多年 你很多的技術 造型 都應該會有進步的 總座 影月和黑日 兩個黑人 兩個無線人 是有進步的 但問題是 其他怪獸 沒有進步的 就是還是覺得 他 我覺得他有些 散流灘 隨隨隨隨 做了一些怪獸出來 就打他 那 我覺得 失了一個意義 因為 花了這麼多錢 如果應該 避免多一些心 還有 裏面有個女主角 有個女際 牽動整個故事 因為跟怪人共存 最後 被人 改造成怪人 到最後 我起初以為 他又會變成皮帶出來 又會叫變身 然後又會做個動作 我以為他會變成一個女版的 黑色 誰不知跟他之前變成怪人的模式一樣 他們有兩個變身的情緒 有一個是 原本怪獸怪人的樣子 現在你看到 陷毛面超人 但是 會有變身皮帶 然後叫變身 然後皮帶 會令到他們 變成一個進化 我以為 那個女生做完之後 又是同一件事 那個皮帶又會進化 我以為他會變成一個 女版的模面超人 又不是 又是那隻怪獸 那你壓力做什麼 那你壓力做什麼 那你又搞得 我覺得 有點虛虛 我覺得那樣東西 就變成了 你是集中了 在Black 和影月 就是影月和黑日 兩個裡面 但是問題 嗯 太多了 就是你在旁邊 那邊 不能夠表現得 整個 完體 完整性 我覺得這個是有瑕疵 對我來說 因為我就 expect 這個 這個 是多姿多彩的 當然我 不是太喜愛 我不是太喜愛 他接近漫畫園 那個 故事性 因為其實很暗 很悲傷 還有 很無奈 那我 他是好看的 但是我就 我編號 小小年代 那個 這個就是 我對這套電視 這套 series 新的 是Amazon Prime做的 新鮮滾爾納 一個星期而已 那我的感想 那當然 我的 評價都是我自己的 那 不代表其他任何人 大家都各自各自喜歡 那 那 但是我就 真的偏向 我就 expect 他們 他們 我會 expect 他們的 蒙面超人 會多一點 機械化一點 是的 但是 如果這套公仔 如果將來會出 Figure的話 其實是值得買的 因為 畢竟是一個 50周年蒙面超人 還有一個 蒙面超人的Black 重啟版 這兩個公仔是值得收藏的 但其他就 無謂了 那些就 有點兒醜樣 對我來說是 這就是我對這個蒙面超人 Black Sun 這個系列裡面的 評論 好 那大家有什麼 歡迎在我的YouTube頻道 留言 好 謝謝各位